Hello 大家好 我是YuYu 今天要用一個新的造型來跟大家見面 因為早幾天我染了一個新的髮色 就是這個深灰色 我自己也蠻喜歡 覺得很特別 好像是一個比較型格的風格 我之前也沒試過這種造型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女性 比較私密的話題 就是棉條 因為之前我也拍了MGun的影片 很多女生都叫我去試一下棉條 因為覺得很好用 而且很舒服 所以在早派來MGun的時候 我就買了棉條來試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用後感 還有我上網搜尋了一些資料 看看能否解答大家對棉條的疑問 其實棉條跟MGun一樣 都有分了不同版本 給不同流量的人去使用 有Light、Regular、Super和Super Plus 我這次主要用到就是Regular 我自己因為流量不算太高 用它都OK 如果流量大一點的人 就可以用Super 其實裡面也是有一條條束 包裝的棉條 它是很乾淨衛生的 拆開它 你就會好像看到一條導管的物體 它是分了指入式和導管型 如果是新手的話 用這些導管型就會比較容易上手 那究竟我們可以怎樣把它放進體內 其實你當它是針筒用就可以了 你可以蹲下 或者如果第一次用 你可以躺在床上 用中指和帽子 按壓著這個套進去的位置 放進陰道裡面 當你的手指碰到陰道口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食指 好像打針一樣 一推 當這裡是陰道 你就可以把導管拆出來 然後這個棉條 就可以成功放在陰道裡面 但記住這條繩子 千萬不要把它剪掉 或者塞進去 因為過了幾個小時之後 你就可以拆這條繩 一拆 你就可以扔掉這條棉條 就可以了 其實它吸了水之後 會發大 都吸了幾多 是真的吸到水的 不是假的 其實我一開始用棉條 都覺得有點難度 我都試了幾次 才找到一個最好的位置 你自己不熟手 再加上 可能第一天你按 血量不太多 你還要硬塞東西進去 真的會有點痛 我自己就 有點不太喜歡放進去 和拿出來的感覺 會有點不安 但無可否認 如果你是成功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是真的很舒服 你會好像去一個 來M新境界一樣 因為你用了它 是完全沒有 平時我們用積氣色M巾 那種很焗 很潮濕 的感覺 因為我早幾天 用它其實天氣都真的很熱 全天都很舒服 甚至是 忘了自己是來M巾 然後有一天 我忘了帶棉條出去 我會用普通的積氣色M巾 我真的辛苦到想死 真的很難做 很想用回棉條 在更換方面 大約每4-6個小時都要更換一次 我之前就有特意放進去 久一點看看會不會漏 我大約去到5-6個小時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漏出來 所以大家去廁所的時候 就要留意一下它這條繩子 有沒有染到血 如果染了血 就一定要馬上去更換 如果大家和我一樣 都是比較害怕漏的話 就可以穿一些來M用的口底底 或者墊一塊護墊 或者布M巾 就可以放心了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是不可以用超過8個小時的 睡覺的時候 我就不會用它 我就會用平時比較長的布M巾 絕對可以 因為陰道和尿道和光門 是三個不同的地方 它們是分開的 所以就算用了棉條 也完全不會影響大小便 我之前也有試過 是OK的 純粹是你會覺得有搞笑的感覺 其實研究顯示是OK的 因為處理膜有彈性 而且它的開口直徑 大約有2.5cm 這樣就會比我們的棉條大 所以正常情況下 你用這個棉條 處理膜是不會穿的 不過當然 如果你有時用力拉扯 或者錯誤使用 都不是沒有破裂的機會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不單是用這些棉條 你可能有時做Cat-lip運動 它也有機會會穿的 視乎你個人看法 如果你真的很怕 很擔心的話 那就不要用 用普通的M筋 或者布M筋 就會比較安心 其實我之前用的 也有這個疑惑 因為如果它斷了 很麻煩 塞了進去 怎麼拿出來 原來這些繩子 是很堅韌的 它是不會斷 還可以承受到3公斤的重量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測試一下 它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承受到重量 我現在就有兩個蠟燭 它每個剩重都是400g左右 加起來 我想也有1公斤多一點 然後我就用這個棉條的繩綁著它 看看它能否成功拿起來 好 緊張的時刻來到 我就要看它能否拿起這個紙袋 3 2 1 嘩 真的可以了 這麼重都可以 可以舉重 大家就不用怕它會不會斷 以上這些就是 綿條的使用感和資料 如果問我綿條和布M筋 我比較喜歡哪個 我就會覺得各有各的好處 不同的情況會用不同的 綿條呢 因為它是真的比較舒服的 但是我就不太喜歡它那種放進去 和拿出來的感覺 還有真的比較不環保 它也有這個膠的導管 還有那塊綿 夏天真的很焗 你要出門外 不方便換 或者做運動的時候 用綿條就很適合了 但是如果坐在家 在辦公室或睡覺的時候 我就會喜歡用布M筋 不過就麻煩一點 要洗的嘛 我自己也挺建議 大家可以買綿條回去試一下 試一下模仿 喜歡就繼續用 不喜歡就算了 用回M筋 大家可以多一個選擇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和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今天這條影片就可以過程 非常愛人 希望 Louisville 都會鍋 自由 自己馬上 一把 說成 人 會